1月27号中午时分 香港短道速滑运动员朱令文 在香港国际机场告别父母 启程前往北京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 他登机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期望以自己的最佳状态参加比赛 感受奥运气氛 其实对目标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吧 我希望能够用自己最好的心理状态 用自己最好的体能状态 去备战这次的奥运会 那如果能发挥好自己平时训练的状态 我觉得好的成绩会自然更能力 朱令文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虽身在没有冰雪的南方城市 但能够代表香港登上北京冬奥舞台感到骄傲 在这个一年的短短的时间 能够争取冬奥的平台 对于一个没有冰雪的城市 能够在疫情的限制上 登上这个奥运会平台 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事 一个奇迹 据悉 北京冬奥村于1月27号正式开村 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陆续入村 在此期间 都将以闭环式管理 朱令文表示 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那我们在北京是一个闭环的环境吗 那虽然就是我对北京这个风土人情吧 还是比较熟悉一点 就是很可惜 未必能就是 去外边就是转一圈吧 但是 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那我带了很多就是防护物品 口罩 面罩 就是各种的防护物品 去到这个闭环 临别前 朱令文与前来送行的父母拥抱 朱令文的父亲 其后面对记者的镜头颇有感慨 他回顾了朱令文十年的追梦之路 并希望朱令文能享受这次比赛 其实这个期望呢 是十年那么长的 那就是 十年前开始 是他经过这么多的田孙虎辣 我们也都跟他经过这么多的分离 他也有受过很严重的伤害 曾经想退出 但是他始终坚持 那今天终于上了飞机了 去到北京 我最后一句跟他说 将你以十年的梦想 就放在你的脚下 只是五百米而已 好好地地滑 你自己享受 那就足够了